由杨阳指导的运势话题清喜剧《今夜天使降临》在杭州举行了发布会 剧中的三位女主角马苏、李小冉以及刘涛同台亮相 马苏被新剧《今夜天使降临》宣传造势 该剧也将在7月31日在浙江卫视开播 搜狐视频同步读播 在北京发布会上 马苏还矢口否认和孔林辉分手 而且两人的感情一直很稳定 而就在24小时都不到的杭州发布会上 马苏竟然杀了个回马枪 落泪承认分手 表示结束了和孔林辉11年之久的恋情 并且已经单身了一段时间 孔林辉的状况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还行吗 我觉得具体的一些可以咱们下来再私聊的话 因为不要耽误大家太多的时间 我想说的是 我一个人生活了很久 有一段时间了 我在试着慢慢的 接受我自己生活的一个状态 无论如何 我们都支持和 对于参与 你说那么丁吗 都想哭了 没事没事没事 我觉得来浙江卫视就是这样 生活还要继续走 但是我相信所有浙江卫视的南北 都会支持你的 加油 马苏 我们一起来砍一下 马苏加油好不好 我们也希望你可以清楚 好吗 马苏 OK 来 值得一提的是 在之前一天的北京发布会上 刘涛的影迷因为天使今夜降临 剧中刘涛和李晨的车震片花 大脑发布会现场 直呼还我女神 令刘涛十分无奈 我还没看清楚 后来他们就有点混乱 然后后来我了解了一下这个 但是我是觉得 首先我是真的挺感谢 一路走来的这么多 一直很爱我的粉丝们 他们很爱护我 很珍惜我 我也很珍惜他们 那么对于作为演员的专业性来讲 我真的是一直在寻求突破 李晓忍自曝已经怀孕 年底或将与烟颇凤子成婚 一向对个人感情问题 非常低调的李晓忍 大谈自己怀孕之后的感受 比起刘涛粉丝大脑发布会 更加吸引眼球 今天听闻你 已经怀有身孕的时候 不谈这个问题吧 我们不能谈好 我们必须不谈好了 但是如果有 让我们就好好的恭喜你 谢谢 好吧 OK 而马苏和孔定辉的感情 一直很稳定 到落泪承认分手 直接逆转 在三位女演员 博板面车轮战中 来了一个惊天大逆转 搜狐视频 娱乐播报 独家报道 您现在收看的是 搜狐视频 我是孙力 最后一个惊天大逆转